好 那麼靈堂上有時候要拜拜 執行一些儀式 那我想請教Yuki就是 你說這些儀式都是有意義的 有意義啊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腳尾聲 腳尾聲 你聽過一個阿嬤的故事 對啊 你知道那個靈堂上面 其實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話 靈堂上面在那個王者的神主旁邊 會有一對 講白話一點 叫做金童玉女 對 那那一對金童玉女 他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一般在洋室的時候 我們沒有什麼卑女可以使喚 可是這王者過世的時候 就是在傳統儀式上面 會用一對金童玉女 就是當他的奴婢這樣 用人 服侍他吃飯 丁丁 有一個阿嬤 他就說他公公過世的時候 他有一天 因為過世的時候 都要守齡 他有一天就很累 然後就睡著 睡著的時候 他就夢到那個靈堂上面的 那個金童玉女裡面的那個女生 就來掐他的脖子 很凶狠地掐他的脖子 然後後來他是嚇醒 那嚇醒之後 他就趕快問他旁邊的女兒說 你剛才怎麼沒有趕快把我叫醒這樣 他說以為他媽媽太累了 因為半傷要守齡什麼很累 所以是因為太累的關係 結果那個媽媽就發現到說 怎麼是那個 那個女生來掐他的脖子 後來去問了相關的人 然後大家就問 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上面忘記放那個飯給他吃 他是來偷飯吃 這樣子 忘了放那個飯在上面 那金童玉女那個金童 有像tag那麼帥嗎 沒有 我有一個疑問是 所以金童玉女也是要供飯給他們吃 不是只有給 不是給我給食者 應該應該是這樣吧 不然他們也要吃飯 是 是 這個歐洛拉他這個前夫是做這個行業 對 殯葬業 所以你也學過大體的洗 穿跟化 對 沒錯 你說有一些不良殯葬業 或有一些不良的行為 那是什麼 因為我們做這行學姐就有講說 活人看不到 但是死人都在旁邊看 對 是只有做到這行才知道說 有一些業者真的很不孝 因為他們當初在辦傷事的時候 都會跟殯葬業他們會寫個合約 合約上會住宰說 可能他們要紅色的棺木 那到時候就是要紅色的棺木 結果這個業者呢 他訂錯顏色了 訂到咖啡色 那這業者當時就說 沒關係 就進去吧 就進去 結果都入關 都放進去了 結果他就跟家屬說 那個訂錯了 不好意思 就是咖啡色 咖啡色也可以 家屬說不行 合約上就是紅色 我媽媽也喜歡紅色 他家屬說一定要紅色 結果這時候業者跟我們說 那你們就把遺體再拿出來 再換到原本的紅色上面 那我們就照他講的 就這樣拿出來 再放過去的時候 遺體要拿出來容易嗎 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為什麼非常不容易 因為入關就是洗穿化完之後 衣服都穿完了 對 那他入關一定要擺一些銀紙 都要灑在裡面 然後擺進去之後 手啊 腳都必須腳踩銀啊 什麼左腳踩銀 右腳踩金這樣子 都必須塞好 都放好 左腳踩銀 正腳踩銀 手呢 手 手正常是放在這裡 一定要放一個東西 如果有家屬是要放什麼粉之類 就會把它撒在上面 那種那種往生皺的那種 都會放在上面 可是他屍體已經僵硬了 手有辦法都全放這裡 要入關的時候會先退冰 對 會先退冰 然後所以才方便讓你穿衣服 因為有的他會穿九件 會穿很多件在上面 對 那這個都已經進去 照洗俗來說 是不能再拿出來 穿九件 那如果很胖的人 怎麼要辦法 他有分尺寸 對 他有分尺寸 他有分尺寸 沒辦法 還硬要把他拿出來 所以大家又哇 再拿出來 再放進去之後 這時候學長學姐就說 這個是非常不好 照洗俗來說 是沒有人這樣做的 這會影響到他活著的後代子孫 也會影響到我們旁邊工作的人 這樣子 那你們有感受到 那個運氣的變化嗎 當時是沒有 但是心裡會一直跟他說 阿嬤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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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他說不好意思 那時候你結婚了沒 那時候對 那時候結婚 那時候結婚了 後來離婚是不是就是 應該是他個人行為 就像那時候要蓋棺以前 要封釘以前 也會說不可以站在棺材的前面 活人是不可以站在那邊 所以大家說要封釘到 大家就一定要退到旁邊 才可以蓋起來 有沒有人是你們去處理的時候 他眼睛還沒有合起來 是經過你們處理他才合起來 有遇過 那沒有合起來是人家說死不瞑目嗎 照理來說 對啦 悉俗說死不瞑目 可是通常我們剛剛好好講 然後請他蓋起來 他還是會蓋起來 就不會再打開了 好好講他就蓋起來了 就是會好好跟他說 請你一路好好走 然後圓滿這樣子祝福 通常就是會蓋起來 不會再打開了 而且其實在那個整個半傷的過程裡面 就是說本來那個病人 臨終前他睡的是一般的枕頭 然後等到過世的時候 就要換枕頭 就是要換成金針的那種枕頭 然後把它墊高 其實他也是有科學根據的 就是說你把它整個墊高之後 他可以幫助他的眼睛跟嘴巴 容易合起來 比較不會有那種死不瞑目的狀況 符合物理學 對 Tag 你希望你怎麼走 我希望我環保障 怎麼走 不是環保障 怎麼走 對 我其實我最希望怎麼走 馬上風 不是 我最希望是坐飛機 還好好吧 別人不想走 不行 不是因為有理賠 是因為我覺得那樣子的過程當中 瞬間 對 他是瞬間就可以那個 我覺得他是很 那你乾脆心肌梗塞就好 對啊 應該不抽這 別人跟你一起 因為你坐飛機 如果是飛機試試的話 你這個就沒有散終 因為你這時候會找不到 對啊 會失守 對啊 失守分離 本身碎骨的事 可是心肌梗塞 然後你在海裡面要被魚吃掉 我們又去抓那個魚 不好意思啦 對啊 所以我如果飛機掉下來 這樣會好像會影響很多人 對啊 所以心肌梗塞比較好 那我改心肌梗塞 那你既然是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也會痛 可是心肌梗塞你 那你為什麼不馬上風比較好 馬上風平常就瘋瘋的 就一直在馬上風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 平常就消消啊 對啊 我覺得如果是我啦 我選擇可能還是會想要 不知道 雖然說這樣不好 但我真的還是想要坐飛機 那樣會比較 你很特別 因為一般人都會說 我希望睡一睡就走了 這不是最舒服的嗎 因為飛機如 現在通常是飛在三萬英尺的高度 就一萬公尺 那那個真的是如果碰到什麼狀況 飛機啊 會慢慢啊 一直滑翔 一直 結果那個也很恐懼 你是這樣人生很精采 你遇到了這些事情 就是你會想像你的 你來這個人事監守這麼一招 你想你就這樣睡 其實你每天都在睡覺 對吧 那你好像這樣走 好像也不怎麼好玩 生病你也是不怎麼好玩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坐飛機 就這樣走 好像 蠻刺激的 對 就是我覺得 看你用什麼方式去看待這件事情 雖然大家都覺得就是 但是你畢竟還是會走到死亡 這件事情 航空公司今天一定聽到 覺得怪怪 那伊莉希望怎麼走 我希望 因為我們在醫院看久了 我希望如果人大部分八成的人都會生病 那生病都會往醫院去 對 那我希望不要做後面那種搶救急救 因為那個救出來之後 有可能你的家屬會很痛苦 對 你也痛苦他也痛苦 對 然後可能因為現在只能走安寧這一塊 就是不要去插管或急救 對 我比較想要這樣子 張老師 是 你希望你怎麼走 很簡單 我有呼吸睡眠中止症候群 我希望在睡眠當中很安詳地離開 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但是我自己本身太陽化劑 最害怕的還是要行車安全 行車安全 你是說 你最有可能是車禍的 要小心 因為我經歷過三次車禍 三次水災 我自己要小心 在陡數的古書上都有告訴你 你是怎麼死的 水中作種 半路埋屍 獄租墜樓 或疾病產生 或憂鬱症自殺 都有這種格局 其實你們不用去徬徨迷惘 怎麼死的大概都知道 怎麼死的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你的命盤當中 可以告訴你 從命盤看得出來 當然不然古人傳承這麼多的 太為父 古書的一些陡數的 都有告訴你 你容易怎麼死 所以我認為最安詳 最很自在的 死其實不重要 重要是你在這個世間 你給眾生 帶給他們是歡樂還是恐慌 你帶給眾生是遠離災難 你有沒有做很多的福報 像我們之前有個汽車業的句子 他很早就往生了 他說一句話 我很感動 他說菩薩帶領我走了 就是嚴凱太嘛 他這樣講 他是一個很正派的人 很慈悲的人 他相信菩薩會帶他走 所以人怎麼死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相信 佛陀 耶穌 阿門阿拉會帶你走 這最重要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